比高位回落超過一球 中層單位更便宜過低層單位 Hello 大家好 我是Holly 現在這個市房大大小小的單位都要跌 無論是上車客還是換樓客 不敢入市住都可能想知道價跌成怎樣 在火炭站附近的銀稀花園和進景園 就分別主打兩房和三房 他們都涵蓋了不同的客源 今天看的放盤都是他們的主打戶型 車價大約萬一元左右 大家看完之後有甚麼看法都可以留言說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 另外提提大家 記得SubscribeJabathouse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旁邊的小鐘 火炭站附近一共有三個大型屋苑 分別是御龍山、銀稀花園和進景園 三個屋苑的主打戶型都決定了主工的客路 銀稀花園主打兩房單位為主 同有少量的三房複式單位 但是主打我們都是上車客為主 而御龍山、進景園分別是兩房、三房 甚至御龍山有四房單位 都是換樓客為主 今集我們會先看銀稀花園的兩房房盤 然後再看多個進景園的三房單位 無論是上車客還是換樓客都可以做個參考 銀稀花園一共九載入面 除了商場上面的銀稀角 有供應度複式三房之外 其餘座數 除了頂樓有一房開織 絕大部分都是兩房戶型 屋苑一共有2260伙 由長實發展 在1985到1986年期間落成 樓齡介乎37到38年 大廈外長做過翻身 接下來會換上升 之前已經選好了承辦箱 兩房單位的業主要夾份大概15000元 即是說現在買入單位的話 是不需要承擔相關費用 不過買家要留意 走進大堂之前有幾級樓梯 要搬運大型傢俬的話 有機會收額外費用 放盤在五座低層 是實用面積498呎的兩房 業主在去年9月已經開始放盤 當時叫價620萬 之後下調到568萬 圍花每一呎11400元 單位之前租過出去 現在已經是膠吉的狀態 整間屋鋪了地磚 有簡單裝修 銀溪花園的實用率高達8成 以兩房單位來說 這個廳都算是多大 不過怎樣用盡些地方 可能就要花多點心思 大廳的開織是L自然的設計 如果只計客飯廳的話 其實這邊的空間已經夠了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 就會沿著這個門口位 建多一棟牆 加建多個儲物室 然後這邊這棟牆 就會做一個倒頂的鞋櫃 修飾開織之餘 亦都可以有多一家儲物室去用 就算不隔多間房 由於大門對出的位置都比較暗 預計餐桌會放窗口前面的位置 相信擺完之後 都還有位置放多個儲物櫃 轉過去客廳那邊看看 雖然單位樓底大概2.7米 不夠現在的新盤 限限地都有3米那麼高 不過窗都不小 而且做到近乎落地 有助採光之餘 都可以加強空間感 單位向東南方 主要望屋遠慈景和內園 遠望可以見到賽馬會通訊及科技中心 斜望還可以見到馬場景 和大部份的二手樓有點不同 廚房不是獨立放在大門口旁 而是同睡房、浴室 由一條走廊貫穿 進來看看 做了L字形的工作檯面 上下兩邊都有廚櫃 已經陷入了雙爐頭 抽油煙機等等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留意到 還欠哪樣電器呢? 廚房現在的裝修都算是挺企理的 但只是預留了洗衣機位 如果是保留現在的裝修的話 雪櫃可能就要擺出廳裡了 廚房對面是浴室 不過廚房門和洗手間道門 打斜角地擺 不會一打開就對到正 但想更加衛生的話 最好都是長期關上廁所門 這裡有窗通風 不過不算很大 採用棋缸設計 側邊剩下的位置 剛剛好夠擺洗手盆和儲物櫃 走廊盡頭就是兩間房 我們先進來大一點參觀一下 這裡的開織你見到都是好市正 預計這邊擺完床之後 靠近門口那邊擺個衣櫃 剩下這裡還可以有位置擺一張書桌 這間房接近70呎 空間闊落 而且兩邊牆身都有電掣 可以靈活佈局書桌的位置 唯獨是我覺得一隻窗就小了些 再加上這間房在佈局上是凹了進去 會被隔離房的牆遮了部分視野 雖然和客廳同向 但就看不到馬場 以內圓池景為主 另外這間房的開織就沒那麼正 不過如果沿著這邊的凹位 去訂了一個衣櫃 正正的空間其實都叫易擺傢俬 可以靠近窗台這裡擺到床 旁邊還可以擺多一張書桌 雖然這間房比較小 但都有50多呎 有一個梯形的窗台 景觀角度甚至闊過廳 看到多些馬場景和後面的山景 L字形的客廳比較花心思擺傢俬 在為屋苑的主打戶型 銀溪花園的兩房 還有其他開織可以選擇 銀溪花園兩房開織可以分三種 我們現在看這種是L型的 498呎 另外有一隻506呎 就是一個直廳的設計 另外一隻510呎 都是叫兩邊廳的間隔 如果以三個職裏 最貴的成交價都是506呎 比一般的其他間隔 都相差了5-8% 根據我們的28host網站 最近一種498呎的兩房 做了510萬 而506呎的兩房 成交價就介乎584到626萬 差了都超過70萬 以往銀溪花園兩房 以往銀溪花園的兩房 在樓價未跌之前 可以捱近甚至超過700萬 以上車盤來說 銀碼都不算小 只可以說是火炭區 比較低水的一個屋苑 就好像被今集放盤高兩層的單位 在21年樓市高峰期的時候 曾經做過693萬 現在業主的開價 已經給高位回落125萬 或者1成8 不過就算錯過最好的賣樓時機 參考業主在14年405萬的買入價 如果以568萬成功賣出 仍然可以獲利163萬或者4成 考贏同期大使大概兩成半的升幅 只不過最終的賺幅 仍要視乎最後的成交價 各大銀行對單位的股價 介乎517到520萬 比叫價低至少48萬或者百分之八 買價方面 以叫價碼單位去計 借九成按揭 比如56萬8千元首期之後 每個月要供25300多元 月入要有52800多元 才可以通過壓力測試 買來收租的話 以放盤市值月租大概16500元去計 租金回報率去到3.5厘 高過同類單位的大使水平 在銀溪花園旁邊的進景園 由新地發展 10座物業提供25004伙 涵蓋兩房到四房戶型 在95到96年期間落成 樓齡介乎27到28年 由於樓齡都埋近30年 買家要有心理準備 低時要承擔大維修費用 入屋之前才經過屋苑平台 這裡都挺大的 有大約70萬呎 有不少休憩空間 貫穿各座物業 由最初的第一座 行到最尾的第七座 都要整五分鐘 所以就算是同樣的開織 最近港鐵站的第七座 都會貴一些 如果進景園 以這個神用面積 1041呎 教授歡迎 都會是六座和七座 因為相對接近商場 和接近鐵路站 如果現在放那邊 六、七座的三房 都要去到1200宗 到1300萬左右 還有現在一座的單位 同類型都相差了大約100萬 進景園主打三房單位 而且有不同開織 適合換樓人士 主要分了做三類 最小一款由六百多尺起步 是三房兩次的間隔 至於有套房的三房 可以再細分做兩類 由九百多到一千零多尺不等 廚房裏面有工作間連次 部分開織 甚至會有多一間士多房 今集的放盤就是這一款 至於最大的三房 可以超過1300呎 放盤位於一座中層 實用面積1041呎 業主組在2021年底放盤 那時候樓市剛剛開始轉世 開價大約1500萬 現在減到1200萬放售 維花每一呎 11500多元 單位沒有完關 一入已經是長型大廳 樓底不到三米 不夠新樓那麼高 但只計過廳 都有大約300呎 等如現在的開放式單位 整間屋那麼大 全屋鋪了有木地板 保養企鳴 不過就不是現在流行的裝修風格 不適合心水的話 就要再整個 現在飯廳這張餐桌 可以坐到四個人 但以這裡空間這樣計 其實放在六至八人的餐桌 都沒問題 飯廳這邊沒有放太多傢俱 只是在大門口旁邊 放了一個鞋櫃 有需要的話 可以再放多個儲物櫃 再過一點就是廚房 進來看看 本身都不小 做了大量的儲物空間 廚房的開息雖然不太規則 但如果像現在的裝修這樣 沿著長身去訂造廚櫃的話 一方面可以收拾這裡的開息之餘 另一方面都可以增加一些工作檯面 令到空間更加健洗 現在的工作檯面 夠位陷入雙升盤和三樓頭之餘 還有不少地方可以準備食材 廚房裡面有工作間 進來才會是擺洗機的地方 跟著才是廚物的位置 中間有牆場分隔開 盡頭有廁所 有座廁 洗手盤 也都有花灑的裝置 但就沒有明確的臨浴位置 吹回廚房裡 差不多整幅牆都是窗 採光度不錯 打風下雨的時候 就算關上露台門 旁邊還有一隻小窗 可以通風 這裡闊大約3.8米 夠位放電視機櫃和沙發之外 還可以放上茶几 客廳都算是多深多闊 現在看到沙發和電視機櫃之間 都有一個很舒適的看電視距離 如果是我的話 就會考慮將現在這部電視換部更加大 應該觀看體驗會更加好 我覺得現在的擺位已經是最理想的了 因為坐在沙發 斜望出去會見到山景 走出來露台給大家再看清楚點景 看到屋苑後面的山景之外 都會看到其他座數的單位 放盤景觀以樓景為主 來到露台 看到空間都挺大 雖然廚房窗對出 其實都有一個浪衫的位置 但如果是我的話 就會選擇在這裡 始終這裡都是身外地方 可以光亮一點 衣服應該會快點乾 單位不是面向馬場 看不到進景園的一線景觀 不過樓價就會相對便宜一些 如果最前排馬場景 那些單位的實用面積 大概是1370多尺 現在最便宜的放盤 就放1600萬 如果一些我們叫做後排 8座、9座、10座、11座 如果真的看到馬場景的單位 現在放的價錢都1300多萬 進景園有不少單位都有鑽石廳 參觀放盤開職市鎮 原因是客廳旁邊有間士多房 拉直了長身 不過換來有條彎彎曲曲的走廊 走廊就貫穿了三間房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沉區 一路走進來 就會見到不是一條直的走廊 而是有少許轉彎 轉彎的第一間房 會先是儲物室 見到開式是一個不虧的設計 不過我自己覺得儲物室 都是用來擺一些雜物 就算有些三尖八角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最重要的是房間 現在就進來看第一間睡房 見到客房這裡的開式都挺不錯的 現在業主做了一個入場到頂的大衣櫃 但如果沒有那麼多衣服要放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能把衣櫃容量縮減一半的話 這邊就可以騰一些位置放一張書台 這間房間有大約70呎 就算不利用窗台 都夠位置放了基本家具 座向西北方 和客廳對西面有點不同 看到多些山景 甚至內圓池景 轉過去旁邊房間參觀一下 有多些窗 所以感覺上都會光明一些 而且這間房間更大 有大約80呎 放雙人床都可以 主人房在走廊的盡頭 有大約100呎 現在業主沿著長身 做了一排到頂的衣櫃 再放雙人床 都還有不少走動空間 進來主人房 有一種開式設計我自己都挺喜歡 就是有一隻對流窗 其實以主人房來說 這種設計都比較少見 除了這隻大窗 是跟客房同樣坐向之外 另外這邊這隻小窗 其實都會看到馬場的景色 進來套廁看看 有窗通風 採浴缸設計 收納空間主要來自 洗手盤下面的儲物櫃 想增加收納量的話 可能要整個鏡櫃 最後看看客廳 同樣有窗通風 不過業主就將原積的浴缸 改為棋缸 另外還有其他的改動 客廳的改動就多一點 首先就是改做一個燙門的設計 然後就將儲物櫃向後移入了 洗手盆就面花向這邊 所以變成如果站在這裡洗手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靜望著一塊鏡 如果不是太喜歡現在這個設計的話 就要預留多一筆資金 去做自己想做的設計 業主現在開價1200萬 同坐低放盤7層的另一個單位 在21年當時做過1418萬 即是叫價已經給高位回落一成半 賣家角度來說 遲買兩年 買到的單位 可以由低層升級到中層 至於業主方面 早在09年買入 當時作價500萬 就算不是在最高位賣出 仍然可以大賺700萬或者1.4倍 貼近大市同期的升幅 普遍銀行對單位的股價 介乎1,091到1,177萬 開價都算是貼近股價 買價預算方面 1200萬的物業最高借到八成 首期開支大概240萬 每個月要供4萬7千元左右 月入要有9萬8千多元 才可以通過壓力測試 買來收租的話 以市值月租大概2萬9千元計 推算租金回報率大約有2.9厘 高過同類單位的大市水平 兩個屋苑都有康體設施 先說進景園 有超過7萬呎的會所 有4個標準網球場 有泳池、健身室等等 管理費方面 以今集放盤做例子 每個月要付3200多元 為每一呎大概3.1 相關開支分了做兩個部分 超過八成用來做日常營運 剩下的就會撥入儲備基金 用來做維修用途 至於銀稀花園就沒有會所 不過就有泳池、網球場 兒童遊樂場這些設施 以今集放盤為例 每個月的管理費大概1400元左右 每方每一呎大概2.8 和進景園一樣 同樣可以分組兩個部分 九成都是日常的營運開支 剩下就會撥入儲備基金 賣的方面 兩個屋園都有商場 銀稀花園那個 就在銀稀角下面 規模不大 有超市和賣日用品的店 不過餐飲選擇就不算很多 只有幾間餐廳 走到地下那層 旁邊有街市 有賣新鮮蔬果 肉類等等的鮮活食材 進景園的商場規模同樣不大 除了超市之外 餐飲食肆十隻手指都數得完 相信這兩個商場都只能滿足居民的基本需要 想有多些選擇 最近的大型商場就是沙田新城市廣場 有超過300間店舖 提供不同菜式的食店 進景園本身都有穿梭巴士 接駁去新城市廣場 在屋苑開出感計 服務時間由上午6點半到晚上10點50分 班次的疏密程度就視乎時段而定 就算好像銀溪花園沒有穿梭巴士 兩岗園附近都有小巴巴士去沙田市中心 當然都可以搭港鐵 由銀溪花園走過去火炭站 大概要5分鐘 至於由進景園出發的話 至少都要10分鐘 之前說過平台都挺大的 如果是入些座數 可能要的時間會更加長 再加上要日曬雨淋 這一點就不夠銀溪花園那麼方便了 不過對於開車人士來說 進景園一出已經是大埔公路 相比兩個屋苑 進景園的車位供應都比較充裕 做到接近1比1的比例 參考近期的成交價和租金都便宜過銀溪花園 作價介乎95到130萬 月租就介乎2300到2800 至於銀溪花園的車位造價 至少由150萬起步 月租甚至可以去到4000萬 對於今集這兩個放盤 有甚麼看法都可以留言說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血 最後如果你都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支持一下我們